環保署在去年底宣告要定定细悬浮为例的监测标准 而今年才刚开始高屏地区的细悬浮为例的数值 几乎天天都高于环保署草案当中的标准 甚至高出两三倍 高雄的情况又特别严重 环保团体呼吁改善高屏地区空气品质 实在不能再拖了 灰蒙蒙的天空像被蒙上一层薄杀 一月份的高雄天空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高屏地区由于地形位置 以及冬季东北季风风向影响 成为全台受细悬浮为例 威胁最严重的地区 机车骑士们习惯戴上口罩保护呼吸道 但其实挡不住细悬浮为例的攻击 就是另外有一群就是小颗粒的 其实对人体的伤害是更大 直接进入肺部啊 然后会引起很多的心血管疾病 等等直接的冲击 环保署在高雄的十二个车站 从一月开始细悬浮为例 几乎是天天超过草岸标准 二十号上午 除了美农站低于标准 美立方公尺三十五维克 其他车站全都超标 甚至高过好几倍 我们好几个工业区都还在持续的扩建 像林渊工业区 大社工业区拼命的在扩建 那像林渊三清 今年大概可能就完工运转 那这些其实都会大量带来大量的这种空气污染物 包括悬浮为例 由于细悬浮为例非常细微 飘散在空气中能穿透肺泡 进入血管后 随着血液循环全身 对健康造成影响 尤其对支气管心血管疾病更是严重威胁 因此环保团体希望环保署订出标准后 更要积极拿出管理对策 否则就是漠视牺牲高频地区病重的健康 记得理计划陈显坤高雄报道